万万没想到天真无邪的小海绵其实是个双面人 拥有两种不同的性格 不仅伤透好既有拍大狗的心 上班还跟老歇索要加班费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小海绵为了抢到公车最前排的位置居然在车站过夜 原来今天卧龙凤厨相约一起去手套乐园 小海绵答应拍大狗要排第一个搭第一班车 旁边的咸鱼表示自己有急事能不能让他排在最前面 小海绵寻思了一下 反正也没差多少便答应了下来 可紧接着乘客越来越多 很快就变成了倒数第一 随后派大狗到来虽然有些小失望 但他们依然可以乘坐第一班车 两呆瓜还是特别兴奋 而当他们准备上车之时 山迪却过来要小海绵帮忙做个实验 而且还是个特别紧急的事情 在山迪的恳求之下 小海绵还是勉为其难答应了下来 于是自己改成乘坐下班车 然而万万没想到 山迪所说的实验居然是让小海绵帮忙发电 无语的小海绵很是无语 随后又遇到了老谢过来求救 只因为自己的宝贝女儿看上一双心血 他让小海绵过去帮忙说丑不拉紧 因此小海绵又错过了第二班车 紧接着又碰到老奶奶过马路需要帮助 小海绵又错过第三辆车 等一切忙完之后 人家派大狗都玩完回来了 他告诉小海绵要学会拒绝 脸皮也要厚一点 你看比如像我这样 回到家的小海绵伤心不已 他意识到是自己心态软立场不够坚定 如果能变得黑心一点就好了 小窝苗董立马翻开广告宣传册 然后就打电话订购一个黑心棉 小海绵迫不及待贴了上去 一个黑心小海绵就出现了 和小窝交谈中还会抱粗口 效果不错小海绵很满意 于是便迫不及待去谢宝王上班 麻烦你帮我拿东西好吗 你是自己没有手吗 海绵宝吧 帮我擦一下防晒乳液 就算擦了你还是本身肥油 老奶奶让他帮忙过马路 小海绵也是直接了当拒绝 接着山迪让他配合做下测试 小海绵刚要表示没问题 黑心棉立马出现一手删掉山迪的发明 并怒斥他为傻丫呆 来到谢宝王后 老谢跟往常一样要求小海绵今天加班 黑心棉直接一口拒绝 并表示要给足加班费 猛逼的老谢有点猛逼 长这么大他还不懂加班费是什么 下班回家遇到老张 老张还以为这傻子又是来烦自己的 黑心棉直接怒斥臭章鱼 这辈子我都懒得鸟你 老张开心至极他终于等到这句话 随后回到波罗屋 好基友派大狗过来找小海绵一起玩耍 怎料却被黑心棉说成是傻子 派大狗伤心的痛哭离去 有了黑心棉的加持 小海绵再也不用担心别人来麻烦他 可自己却把所有的朋友得罪了个遍 小海绵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决定要撕掉这块黑心棉 于是便来找派大狗和老谢寻求帮助 可却统统遭到冷眼对待 最后只有山迪愿意帮他 山迪使劲将黑心棉撕下来 然后将其打包送走 小海绵又变回原来的那个傻子 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挨个道歉 首先来到老奶奶家里 可结果 奶奶 来一杯你最拿手的热可可 商量一下原谅我的嗜好吗 要喝自己泡 我正忙着呢